大家是否很想像奇玉老師一樣成為英雄 但又不想像奇玉老師一樣進行地獄式訓練呢? 近期有遊戲可以達成大家這個心願 Hello 我是B2 近期推出了一隻叫一拳超人無名英雄的遊戲 大家就可以化身成C級英雄在英雄協會裡面 慢慢提升大家的英雄排名之餘 亦都可以化身成奇玉老師一拳KO怪人 到底這遊戲的玩法是怎樣? 今天我就帶大家看看這遊戲到底是怎樣 Let's go! 這個頻道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我對一些Game和動漫的看法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方便追蹤我的最新影片 一拳超人無名英雄這遊戲是一隻有少許RPG味的格鬥遊戲 而遊戲主要分為兩個模式 一個是故事模式 另一個就是對戰模式 故事模式方面大家可以創造角色化身成C級英雄 一邊打怪人一邊向S級英雄目標進化 不過有趣的是創造角色的時候 有很多很有趣的裝飾品讓大家去惡搞這個角色 而且還有口罩可以讓大家在遊戲裡面抗疫 在提升英雄排名方面 大家需要接英雄協會總部派出來的任務 完成任務後就可以提升英雄協會評價 來提升英雄排名 而任務內容通常都是跟一些怪人戰鬥 遊戲的戰鬥就採用了格鬥遊戲那種對戰形式來追行戰鬥 戰鬥的節奏我就覺得比起其他格鬥遊戲為快 出招的方式亦都相比其他格鬥遊戲沒有那麼複雜 而且對戰的時候充滿著很多不確定因素 例如無理啦啦有尋石聚落的情況出現等等 令到整場戰鬥增加了一些趣味性 不過有時有任務面對一些強大對手的時候 就需要奇玉老師幫忙 但是大家都知道奇玉老師一向都會受到的 所以就很需要好像原作裡面的無證騎士那樣 撐到奇玉老師到場就一招KO對手 這方面的確真的挺有代入感 至於對戰模式就好像拳王三打三的形式進行對戰 遊戲就收錄了原作很多英雄給大家進行對戰 眾多的S級英雄例如龍卷和被人棄稱真主角的傑樂師等等 另外地獄吹雪、無證騎士都可以給大家用 當然就不少奇玉老師啦 除了英雄之外 一些反派的角色例如音速索尼克和深海王等等 都可以給大家用來進行對戰 但是我就暫時未發現有我最喜歡的反派角色惡龍 不知道官方未來會不會推出DLC令到他在遊戲裡面出現呢? 不過大家一定很好奇就是用奇玉老師的時候 那就下下一拳KO對手了 放心 大家都知道奇玉老師一定會遲到的 所以在對戰模式裡面 大家選了奇玉老師的話 他就會過一段時間才出現 如果在這段時間內兩位角色被人KO的話就會輸的了 相反等到奇玉老師來就可以一拳KO對手 那如果奇玉老師對奇玉老師會怎樣呢? 就變回正常格鬥遊戲囉 如果大家是一拳超人這套動漫作品的粉絲 我會覺得一拳超人無名英雄這遊戲 你是應該要玩一下的 因為大家建立的角色是完全體驗到 在一拳超人裡面的世界經歷各種辛酸 而成為獸人外帶的高級英雄那種感受 遊戲在這方面的代入感也做得非常好 另外在對戰方面 各位英雄和反派角色的必殺技演出都很有臨場感 不過這遊戲都有很多硬傷 過場動畫很少有配音 自己建立的角色表情就沒什麼變化 這些都有少許影響遊戲的體驗 另外故事模式去到中後期的任務 其實很多都是重複又重複 作業感就真的非常重 加上遊戲裡面的原創怪人 就好像很開初的Lomance Guy 在原作的怪人裡 每部分拿出來炒一疊就是一隻新怪人 我覺得這樣做就有點誠意欠奉 不知道各位對這隻一拳超人無名英雄有什麼看法呢? 不妨留言大家討論一下 我是B2 我們下條片再見 盡情報告